自己的話除了說用那個V-0函數之外 其實還有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之前我們講過用sumif 你會發現剛剛那個V-0函數 可以用V-0函數加if 不過我覺得變成兩個函數 那如果說你不用這個方法的話 把它刪除掉 H,你這邊ctrl shift向下 把它delete掉 我們如果不用這個方法 插入函數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哪一個函數呢 用數學 數學裡面有一個叫sumif的函數 這個sumif的話我們好像之前是 有用過嗎 sumif sumif這個 那其實sum 特別重要sum是加總 if是邏輯 所以他其實這個函數 有點像是二合唯一 就是說他把兩個函數 加在一起 那怎麼使用他呢 第1個案確定 他有 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range quietity 跟sumrange 意思是說呢 這兩個是一組的 也就是說 你要找的條件什麼 我要找誰 找王庆路 所以也許你可以從 第二個問題先給他 有點像那個 剛剛的v-run 數裡面的那個 LugarValue 好我要找王庆路 特別 第二個問題是 range 你要去哪邊找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也是要跨工作 點一下這個 序則2 跟他講說呢 你到那個這個範圍裡面去找找看有沒有王庆路 去 所以特別注意喔 先條件嘛 再到這個範圍 找找看有沒有 那如果有的話呢 就幫我把什麼啦 特別注意喔 這個 點一下下面 somerange 那可是問題呢 我不是要找他 我要找找他之後 如果有他的話 那做什麼 幫我把一樣喔 序則2 幫幫我把他時數加在一起 也就是說那個裡面如果有 就幫我加時數 如果沒有的話呢 那就零 OK所以特別是 加總結果 因為some的 加總 預設就零 所以他如果沒有那就零 OK 再來的話還有一點喔 等一下一樣會向下填滿 所以呢如果向下填滿你要成功的話 記得怎麼樣 在這邊加錢的符號 否則的話呢 你那個 範圍會跑掉 OK因為一樣嘛 一樣是找這個範圍去找這個人嘛 那個 找這個人的話呢 第一次是王庆路 然後往下拉變成B3 變成李四元 有沒有 那一樣找到那個範圍裡面 如果有那個人的時數就幫我把那個時數 幫我把他帶回來 大概是這樣子 好所以這邊記得喔 錢的符號加一下 這個也是錢的符號 把他加在呢 加在那個數字的前面 列號前面 好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一樣把他向下填滿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結果 跟剛剛那個 這個V卵數 一樣的結果 只是說這個的好處啦 我覺得 Sumif跟那個V卵數 好處是說 他 只用了一個函數 有沒有 那V卵數的話呢 他用了 兩個函數 可能還要再加 ifl OK 另外的話呢 Sumif的話呢 他的公式裡面 函數呢 只需要 三個 三個 參數 那V卵數會需要四個參數 不過其實我覺得倒也是還好 就是大家你要理解喔 特別注意喔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 他這個人 Criteria 去哪邊找 去 這個範圍裡面找找看 有沒有這個 如果有的話呢 就幫我把他同一個範圍 的 那個 時數呢 幫我把他什麼 帶回來到這個儲存格 OK 概念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當然呢 你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就做完了 不過呢 現在呢 也只有做完 入門班的 入門的部分喔 那進階怎麼辦呢 其實跟剛剛的方法一模一樣 就是你可以怎麼樣 在後面怎麼樣 加 有沒有 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再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 貼到後面 然後呢改哪裡呢 一樣嘛 本來蓄詞2改蓄詞3 所以這邊 然後 B 特別是B3到B14 少兩個人 那這後面的話變成 蓄詞2也要改蓄詞3 那C C3到C14 這邊要改一下 好這樣的話呢 值得就是進階班 這個是入門班 幫我把查到的那個時數喔 幫我把它帶回來 然後並且把兩個時數相加 OK 所以這樣的話呢 結果打勾 也可以看到最後的結果 我們看一下 也就兩個 這個最後做出來的 所以是方法2 方法2的部分 那當然比起來的話 看起來應該是用3米5的公式 比較稍微簡短一點 而且稍微簡單一點 不過這個 這邊基本上邏輯 都相對的比前面用的還要更複雜 所以特別重要 剛剛做的那個 公式 我也把它放在雲端上 這一段 另外的話呢 就算了